疫情冲击观光产业 不少中小旅行社业者撑不下 纷纷改行求生 像是来自嘉义的 詹惠仪先生精英旅行社 原本国外现一年的营业额 有6000多万元 但是疫情一来全都归零 因为看好饮料外送市场成长 于是选择加盟转战茶饮业 先度过这一波的疫情冲击 茶饮加盟店的业者 耐心直到刚入手的新手 这位詹妈妈是来自嘉义 原本以先生经典旅行社 而原本的国外现一年的营业额 有高达6000多万元 但是疫情一来全都归零 因为看好饮料外送市场成长 所以干脆加盟转战茶饮业 我们是从事旅游行业 那在旅游业已经大概是2、30年了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目前还看不到疫情的尾端 所以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趁这个机会 我们来开创我们的第二项事业 张慧怡表示 病毒变种的扩散 让国外的旅游市场更不明朗 预估2023年才有好转的迹象 因此只好转战国内旅游 营业额也只剩下4到500万 而在坚持不踩远的情况下 又得增加收住 正好斜杠转身来加盟茶饮店 也将大学刚毕业的女儿 拉进来一起实习 学的话在记忆力上就是要比较多 因为要记很多配方它的成分 然后在力气上对女生来说 其实也比较吃力 因为要搬茶桶啊 冰块啊什么的 其实会相对来说 比较比男生吃力一点点 在手摇饮料店来说的话是影响比较少的 反而是有逆势成长大概30%的业绩 营业额左右这样子 那其实在手摇饮料店还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去增加我们的业绩 比如说外送外带 所以对于比较起其他饮料 餐饮行业是内用的会影响比较小 茶饮加盟戒嘴强调 店面本来就是外带 并没有受到影响 而加上外送平台 在疫情期间都仍有三成的成长 而针对受到疫情波及而转业的民众 也愿意补贴加盟者 第一年的100万元的借款利息 再次用3万元的创业补助 希望一起来共度难关 这里将台中采访到